天南地北早一回 挑冬解析买几样 今天是2021年2月23号 我是莫莉 我是Judy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去厂商那边的时候 他问我说 你们这几天是都没有录吗 不过是放了一天而已 是吗 我们礼拜五那一天 因为有厂商来 那因为又六日 就感觉好像隔了很多天 我们还是有粉丝在follow我们的 白天的时候 我同学介绍了一本书给我 介绍蒋勋的舍得和舍不得 我就去追了一下关于这本书大致上的内容 蒋勋说他在东海任职的时候 有一个大一的学生学科印的时候 就说要科两个章给老师 蒋勋就跟他说了两个词 一个是舍得一个是舍不得 有两块印 就要他刻在上面吗 他每一次在落款的时候 他几乎都是落舍得 为什么 因为舍得才把它送给别人 那他会有用到舍不得的机会吗 他是说很少 所以还是有 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们小玉在跟我们讲说 我们在整理房间 在丢衣服的时候 丢跟不丢之间 是不是相关者舍不得 因为我们舍不得 我听完蒋勋说完之后 我就觉得我很像有更多的舍得 我这两天要是回家丢东西的话 可能可以丢得很勤快 那看丢什么东西吧 他说的舍得是说 因为他不是会画画 会写字 那么很多人跟他求字画 他会把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送给朋友吗 类似这样 可是我的想法是说 我们一般人 在整理家务的时候 为什么家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呢 就是因为舍不得 又一直买 是 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 我舍不得死 你看吧 我就是舍不得 舍不得死 对 有一年基策的题目 教学生写舍得 对于学生来讲 要去感受到舍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点困难吧 是啊 生活历练不够多 我今天就是在一直在想 舍得和舍不得 挺有趣的 想了一天 那你现在最舍不得的时候 就工作是不是 可是我如果说我不工作 还是不早点事做 是不是太无聊了 我们活着 早上起来 总是会帮自己安排一些事情吧 我不做这个 我不做这个 也是会做其他的 你看像比如说我之前在教数学的时候 也是舍不得 舍不得放下 舍不得放下那个工作 终究还是放下了 可是在放下的时候 我们也是拖了很多年嘛 那终于全部都放下的时候 其实感觉挺好的 舍得跟舍不得 其实当中还有 因为有时候是迫于生活上的无奈 某一部分 但是我很喜欢数学教书的这个行业 我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回家 走路开车 我都在想着说 我要怎么教 我要怎么样去启发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 那个小孩子 或者是说去感受到今天 小孩子上课的那种神情 还有他计算的时候 他的进展 那个时候每天想的都是这个 后来最近呢 每天想的都是业绩 就因为已经 现在就变成商人了 就因为坏了跑道 是 原则上我还是很喜欢 目前的工作 我跟有一天 有一个朋友来跟我聊天 他觉得说我放弃 前面那个工作挺可惜的 我觉得这个工作也很好 那这个工作 为什么说对我们很好 因为 我们跟厂商熟了之后 我们对商品也必须要有点认知 那么厂商他也会更加的介绍 有一些商品 他的美感在哪里 对 我们就更知道魔鬼藏在哪里 所以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 我们的认知其实是越来越好的 应该是说生活面更多一点 之前的补习班当然是比较 他是教育的 好像是属于比较教育 那个区块 摩一方面来说 我们当然是也很严谨 对不对 因为怕误了小孩 对 所以我们就就你就想了很多方式方法 希望各种程度的小孩都能够 进入状况 对 开窍的 早晚而已 对 希望他们早一点 早一点进入状况 也不希望他们学习的过程 学习过程太辛苦的时间太长 对不对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希望 让他们推快一点 希望他们上手能够快一点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那段时间挺开心的 真的很开心 再来是 我觉得很有幸 在那个年龄的时候 就认识他们 是 你懂我意思吗 就好像说 我们说翁玉文 他在小六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他 然后现在再碰到面 我们的那种亲切感是不一样的 对 是 你看到每一个小朋友 你都想到他小的时候 彼此的感情是建立在那个时候 而不是现在 对 的确 可是 我就很庆幸说 这个职业可以让我认识很多小孩子 那这些小孩子现在大部分都长大了 对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那我们在做团购的时候 因为是 食衣住行 吃的部分 因为跟厂商就很熟嘛 那么厂商也会跟我们说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我们就 对每一个东西 认识的有比较多一点点 对 所以我们自己也很好嘛 对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那时候补习班的要去注意的部分 跟我们现在做生意要注意的部分 其实差异性是很大 我们的食衣住行就太多太多东西了 但是帮助我很多 是 就是我们反而要去更了解我们身边 我们在使用的东西 我们吃的东西 是 我们用的东西 保养品也好啊 因为我们现在 从头到脚 对 从里到外 是 就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嘛 吃的要注意啊 用的要注意啊 好比说 我们的膝盖也不好啊 要健康啊 什么等等的 我觉得跟我们的团购息息相关 没错 包罗万象 是 关于舍得和舍不得 我现在想的 其实就真的是关于 以后我在丢东西的时候 嗯 我可能会就更舍得 可是他的哪一点会让 刺激你到会觉得说 你会更舍得丢东西 应该是说小玉他那个时候的着重点 在丢东西 嗯 然后在整理 嗯 可是呢 讲讯在讲的时候 他是在讲心性上的舍得 哦 和舍不得 嗯 那么因为我想了一整天的舍得 和舍不得 就好像 一个是物质 哎 一个是心情 哦 一个是精神层面 是 从精神层面去想 想完之后呢 再回来面对生活上面的物质层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就比较释然一点 嗯 我在丢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更狠一点 所以就是要被洗脑 的意思 是 那讲的也好啊 哦 之前我们有开作文班 嗯 每一年呢 都会有一个青少年的小说创作班 嗯 是 那就会出题目嘛 对 有一年的题目叫做错过 哦 是 是 我就陪着小朋友一块想这个题目 在想错过 是什么意思 后来 也是觉得自己感触很深 因为看了不同小孩子的错过的 嗯 一些故事题材 嗯 那么今天在讲舍得和舍不得的时候 也自己反省了很多 所以今天收获很好 有兴趣的团友 你可以到YouTube去搜寻一下 嗯 蒋勋的舍得与舍不得 他是跟金刚经一块讲的 哦 讲佛学哦 哎 对 嗯 嗯 那会不会很难懂 不会 嗯 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就有感觉 就是说我们在教数学的时候 嗯 我们在教孩子是在教知识性的嘛 嗯 那么很少在跟小朋友在谈心灵上面的成长 整个人文素养要提升的话 其实是必须要从精神层面去做修身 嗯 比如说坊间也有流行那种成功学啊 嗯 哦 对不对 成功学 成功学听了其实压力好大 我怎么 你讲说那个成功学 假日的时候 哦 我们会看那个 未来日本态嘛 嗯 介绍日本很多方面的东西 日本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国家 我我个人是真的认为 然后他们很多节目就介绍 呃 日本很多 比如说他们很喜欢介绍他们的职人 对不对 的那个坚持 嗯 然后为了要保保留他们那个文化所付出的那个心力 嗯 你讲到说成功嘛 就是有一种是不是类似我们台湾叫做 是不是有种叫做黑幼龙是不是 他们那天介绍的是一个就是说他们日本的企业 他们的企业里面经理培训员 嗯 或是说他现在目前已经是一个经理人管理人的一个身份的人 去送到一个地方去 嗯 上课 加强他们的所谓的领导能力啊 嗯 嗯 因为讲 我觉得也是好像要push他们那个更成功的路上去吧 嗯 哦 我觉得不知道 我可能是会被淘汰的一页 我觉得 是 就好累 嗯 之前我不是说我四处听演讲嘛 嗯 听着听着我觉得还是喜欢听那些让心灵放松的 然后去想一想自己的一些问题比较舒服一点 嗯 怎么让自己活得开心快乐这样 嗯 成功数可能听起来是挺有压力的 是啊是啊 尤其讨厌听到人家说怎么样怎么样成功 嗯 嗯 对 就自己很弱 啊 哇 你还弱那真是 应该是说要学习的东西其实当然是很多啦 你刚才讲 也不是因为刚开头的时候你说如果不做 意思说不教学我们做了团购 如果不做团购会做什么嗯 好 我就是脑子脑子里是就出现了我现在太极拳班的一个同学 我这个同学今年八十三岁 嗯 哦 他这个年龄就几乎可以当我妈妈的那种年纪了嘛 他说他来南凯大概住了二十几年 嗯 大概二十五年了嗯 好 他从南凯居住之后呢除了后来那时候带他自己的孙子参加各种的活动 嗯 他有参加那个环保的志工就是要去扫地啊 嗯 他这个来我们的太极拳是他以前已经在南凯国小学过了 那因为他现在住家有搬迁 所以他来上我们的光明场 他也会去学唱歌 也会去学跳广场舞也会 然后最近他说他已经上了两年的老人协会他们办的日文课 优秀 哦 我心想说 很忙啊 我觉得一直保持着有学习的心啦 嗯 他身体状况就很好哦 跟我们如果出去的话 他他可以这样子 健步如飞 对 83岁的人的年纪 我觉得能够保持这样 其实是挺羡慕的 他能够这样子不容易 就是活动力要旺盛啊 他如果说只是待在家里面看电视 可能就不会这样 对对 我们之前不是有讲一些退休之后可以做什么嘛 就南侃区域来讲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 对 活动很多 活动费用也不贵 对对对对 其实很便宜 我们那个其他同学就对他讲的那就很有兴趣 我那时候也想要push我老公去上那个日文课 然后就问说那日文课那日文课比一期好像三个月 费用才六百块 那你老公要不要去呢 好像他还没有心里准备好去学这个医院 他现在好像对太极拳是挺投入的啦 应该这样说吧 优秀优秀优秀都优秀 我觉得真的一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可以因为身体的状况真的很OK 所以他任何活动他都可以参加 然后不需要依赖别人照顾他 对完全不需要 然后也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对然后旅游都可以参加 因为他角力也很好啊 几日游的那种现在国内几日游不是都很兴盛吗 是 他也时常报名参加几日游的 然后又上这些课 我们太极拳再来有围棋三个月的 每周的六日早上 有一个禁修班 他也报名耶 你有没有报名 我有报名 优秀 就学了嘛 然后就觉得学起来的感觉还不错 他身体状况 我觉得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吧 所以就觉得说就继续吧 我上个礼拜本来要开始做运动了 结果听说跳电 他们就停了一下 那就是表示现在用的人多了 这一个月我的运动课就停了下来 当然也是因为过年 因为很忙 忙完过年前 现在要忙过年后 我还会再找时间把它调整一下 再去做运动 我也很怕自己没有健康的身体继续玩下去 前提一定要健康的身体 不然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对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你就搜寻讲讯 舍得与舍不得 就可以找到这篇演讲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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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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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